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是目前最高的 那我相信接下来的影片一定会帮助到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帮我点赞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现在的时间是马来西亚时间5点42分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都是以看涨为主的一个趋势线 那跌破之后呢也就会进一波的继续下跌 熊市就肯定是开启了 那除了这个趋势线以外呢 大家还可以就是去管住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趋势线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线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线来的 所以它接下来呢要是没有办法突破哦 也就将会继续的下跌 那继续下跌的位置呢将会是多少 你可以看这里这个位置呢 是之前没有办法突破的位置 突破之后呢 站稳在上方呢就继续上涨了 对不对 所以它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参考 就是它可能会到这个位置这样的去反弹 然后突破呢将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大家呢可以就是在这里突破这个趋势线呢 经常做多 或者是你在这里这个趋势线呢 经常做多 就看你是左侧交易还是右侧交易 右侧的话呢 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安全的 在这里这个位置 那目前的走势来看呢 我都是以看空为主的 为什么呢 我们打开EMA10和20和50和100来看了 你可以看得到呢 EMA10和20呢 在这个位置 要是比特币呢 可以成功的突破 站稳在EMA10和20的上方呢 那它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接下来的比特币哦 要是可以突破这个主力位置 这里是很强的支撑 对不对 以前你看都没有跌破的一个位置来的 那它现在呢 要是可以突破站稳在上方呢 它将会进一波的上涨 所以呢 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以经常做多 而且它也是回到了EMA10和20的上方 对吧 但目前来看呢 是还没有的 所以整体的走势来看呢 都还是以看空为主 因为你看它下跌之后呢 你可以看它反弹 反弹了 没有办法突破呢 它将会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所以呢 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EMA100的这个位置 差不多就是在54,000这个位置 我会打开一个小时图 给大家看了 54,000呢 将会是接下来下跌的位置 现在我们去看一个小时图 好 来到比特币的一个小时图呢 大家可以去画这个很强的趋势线 你看哦 之前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看到吗 所以呢 这个将会是一个很强的趋势线 然后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有一个上行通道的 在这里呢 看得到就是一个熊奇 你可以看哦 它就是下跌之后呢 出现一波的上涨 之后跌破呢 将会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那这个熊奇呢 的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多少 那要是它在这里 这个位置跌破呢 它的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在一个54,700这个位置 所以它跌破呢 大家要进场做空呢 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等它跌破58,000的这个位置 进场做空 接下来的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在一个54,700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要是比特币突破上涨呢 对不对 要是突破上涨的话 那它接下来的走势呢 就会不一样了 它将会进一步的继续上涨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什么 一个头肩底形态 要是它真的可以突破的话呢 接下来呢 它的这个上涨的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多少 我们来看 要是它真的可以突破 接下来的目标价位呢 差不多是在一个 64720的这个位置 但目前的走势来看呢 是还没有突破的 而且在天图呢 也可以看得到 它也是还没有突破EMA收和二数的 所以整体的比特币的走势呢 都还是看空为主的 ok好 如果你明白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呢 写一个明白好吗 现在我们来看以太币的走势 好 来到以太币的天图 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就是这个上行通道 我在上一期的影片呢 其实也有告诉大家 对不对 那这个上行通道呢 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进场价位呢 当然是在上行通道呢 这个位置呢 是最好的 那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4000的位置呢 是不容易跌破的一个位置 我在上一期影片呢 也有告诉大家 4000呢 真的是不容易跌破的一个位置来的 所以接下来呢 以太币呢 将会在这里进行震荡 震荡之后呢 就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逢低做多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去买入鲜货 因为接下来呢 这个以太币的走势呢 我都是非常看好的 只是目前来看的话呢 它是在一个下行通道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呢 这个下行通道呢 是什么 一个扭起来的 而且你可以看我之前呢 其实呢 也是有画这个下行通道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一个下行通道 而且呢 很准确的 你看这个扭起的位置 给大家看 是不是 是不是准准的 就是在这个上行通道的这里 这个扭起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 要是接下来的这个以太币的走势呢 是到了这个位置 突破站稳了 继续的上涨 那它的目标价位呢 将会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这个扭起的目标价位呢 刚好的 你可以看 它就是在这个上行通道的位置哦 是在多少呢 就是差不多在 5800这个位置 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其实是非常好的 目前呢 以太币的走势哦 你可以看得到呢 是非常健康的 就是沿着这个上行通道呢 继续的上涨 如果你有看到了这个呢 也和我一样感到非常的兴奋哦 那就对了 也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的这个以太币要如何操作 就是等待 等待它突破这个趋势线 你看它只要在这里突破 你就可以进场做多 在这里 那我们打开EMA10 20 50还有100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目前呢 是还没有 就是站在EMA10和20的上方的 也还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线 所以整体的走势呢 我还是以看空为主的 就跟这里一样哦 你看下跌之后呢 是不是反弹 反弹呢 再下跌 然后在这里震荡 震荡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呢 就开始继续上涨了 所以根据现在的走势呢 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也是一样 上涨 到了这个支撑位置 反弹 接下来继续的下跌 获得了支撑 突破将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走势呢 以目前来看呢 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EMA10和20 目前呢 还是在下方 所以整体呢 还是以看空为主 要是它下跌呢 可以参考EMA50 还有就是这个EMA100的位置 在3750 这个位置 所以它要是 接下来下跌到这个位置 获得了支撑 它将会进一波继续上涨 所以大家要在哪里做多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进场做多抓紧这个机会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4个小时图 然后来到以太币4个小时图呢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趋势线 还有呢 这个上方的趋势线 你可以看得到呢 这个是很强的趋势线来的 你看跌破呢 就继续下跌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也是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呢 目前呢 在4个小时图来看呢 还是看空的 那大家还可以就是用斐波纳奇 你可以在这里这个位置 然后拉到这个最底的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斐波纳奇呢 也是接近这个趋势线 对不对 所以它接下来呢 要是没有办法 站稳在趋势线 跟突破0.618的话呢 它将会进一步的继续下跌 OK 所以呢 继续下跌的话呢 也是好 为什么呢 我刚才天图有话了嘛 是不是 就是下行通道 只要它沿着这个下行通道呢 继续下跌 突破呢 牛奇呢 就成立 接下来呢 它将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总结来讲呢 比特币和以太币哦 整体的这个趋势呢 都还是牛市 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那只是说 目前的走势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所以大家呢 其实不需要担心 现货呢 还可以继续拿着的 除非你是短线操作 如果你是短线操作的话呢 那跌破4000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离场 那比特币呢 跌破5万8 你可以离场 对不对 那整体现在走势来看呢 其实都还是非常好的 我还没有卖掉我任何的现货 我依然呢 是持有我的比特币和以太币的现货的 只是目前合约的操作呢 我是以做空为主的 以看空为主的 所以我的这个分析呢 就到这里了 还有就是明天呢 我有做这个会员直播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的会员 进入我的群组 得到最新的分析呢 你可以点击加入的按键 或者到简介 然后呢 这里点击加入带你飞会员 就可以了 然后明天呢 我会在12点中午的时间呢 做会员直播 还有如果你要进入我的群组呢 点击社群就可以了 那这一些呢 都是我个人的分析 还有个人的看法 并不代表所有人一样哦 好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